中華館長選情競爭的 拼年齡的中華館長為民國 13號暗時在6天基盤第一場的作祀晚會 現場除了有僑固2000名鄉親 總統蔡英文、行政院長率請到 也要前來替為民國做算作祀 希望鄉親專力支持為民國 可以再度隔評年齡 今年要拼年齡的中華館長為民國 13號暗時在6天基盤第一場作祀晚會 現場只要將近3000人 生世非常好大 為民國! 復兵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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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民國之外 以臣管長 一直以鄉親的建設和發展 都是一樣重要 絕對不會有地獄和娜力之分 堅持著著作理念 只要對中華有役副 對鄉親無理的政策 就去一圈 來言正音 真照顧我們章話館 在四年來 讓我們一千元 超過一千元的交通建設 讓我們兩百三十元 污水下水道 彰化、園林、河美、陸港還有惡靈 讓我們學校四十三頁 讓我們把耐震不足五級的教室 全部把它打掉重做 只要讓我們六天國安的四十五年 七十五年 所以我們建築的這個建設 已經超過一千四百元的這個數字 這都是因為我們中央 跟我們共產黨 民國去把總統投資交付 去把憲政議長投資也投資 因為我們還有四位立法議員跟人家規定 我們六港府府司法立委 我們中華黃秀芳立委 歡迎陳書惠立委 還有惡靈洪綜藝立委 這四位立法議員 都可以讓各國民國去保衛 找部長來建設建設計 所以我們管長要支持住 支持民國 我們還可以繼續建設我們 中華園的建設計 我們也都要來建設我們 福利的建議 和民國可以讓我們 在鄉親市場建設我們大中華 總統蔡英文表示 為民國人來對中華園的建設 民眾是看到在看來 好友鄉親 中華的力量 交通經濟的建設 都持續的進行當中 絕對不能走回頭路 拜託鄉親支持為民國連任 我們的維民國 管長替我們的洋港 做真多的建設 都用它全力來進行 譬如說我們國務院 政府在這裡 我們每天很熟悉 援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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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已經共同了 每月的費用已經成長了 所以我相信我們第一番跟中央的一線 我們的中華進幕一定看得到 大家看得到 行政議長率清得強調 為民國是一個有情節 有一行列的地方收場 為官長向中央政最高的建設 他也專的支持 讓中華可以實現香港大冠的難度 新中華新聞創作 我是楊強 六甲 彩虹波動